大家好,我叫余凱強 很高興能夠在這邊做新的分享 我的多益分數是825分 雖然這可能不是一個很高的分數 但是對我而言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了 很感謝戴爾在這一年來給我的教導 當然首先要感謝K老師他平常上課 他帶給我一個觀念就是說 多益他其實是一個很有技巧性的考試 也就是說 可以有很多的小技巧來提高我們多益的分數 比如說他教我們說 聽力的選項裡面如果有同意字的話 或者是同音字的話 就可以直接去刪除 還有比如說單字 多益單字是很有偏商業的部分 所以說K老師在每一回的講義後面都有很多的單字 也沒有說很多 但是可以去背 然後這些單字就可以很精準的去命中多益的閱讀部分的單字 那當然也要另外感謝說 戴爾這邊每個月一次的模擬考 讓我們能夠做一個實戰演練的部分 因為多益的聽力它有一個特徵就是說 它包含了英式英文以及美式英文 那這些當然就是要用平常聽力的練習 來做訓練 這樣子考試的時候可以比較得心應手 那閱讀的部分 訓練的是我們閱讀的速度 因為多益的閱讀量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說我們平常就要去閱讀 然後當然考試也是一個閱讀 加快我們的閱讀速度 才能夠在多益後面的一個雙天閱讀的部分可以寫完 這樣子 那當然還要感謝我的專員 IV姐姐 就是給我鼓勵啊 給我支持 然後鼓勵我來考模擬考 這樣子 恩 謝謝